小灵儿行至花浦中时 蝴蝶围绕着他飞舞 宠椅给他让道 他路过池边 池内鱼儿围着他转圈圈 连王宫内那些还未被驯服的凶兽 见到他都变得极其的温顺 那一刻 吕和泽就明白了 原来是这小家伙在报复自己 不过 他并没有在意这些 他在意的是小灵儿的这份 与生俱来的能力 这太可怕了 他那拉车的纵云豹 可是大武师巅峰二镜的存在 竟然能为他所用 这简直 他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了 绝对有古怪 于是 吕和泽想方设法 想要讨好小灵儿 但是 小灵儿根本不理他 完全是一脸的嫌弃 所以 吕和泽现在的心情 可真不怎么样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 说出来 让我开心开心 瞧见吕和尚 那满脸愁容 他也就坐在其旁边 在这个王帝面前 他并没有摆什么身份的架子 唉 吕和尚有气无力地 瞥了他一眼 然后说道 伤盟都要没了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本来还想缓解一下 郁闷心情的吕和泽 差点没将一口 刚喝进口中的茶水 给喷出来 饶是如此 他也被茶水给呛到了 然后瞪着他 你说的什么胡话 伤盟怎么会没了 以后王国商会 只怕都要被那小子 给垄断了 吕和尚指了指 青石高台上的秦义辰 这个人 是哪家的晚辈啊 四大家族优秀的晚辈 吕和泽都有备案 但是 眼前这个少年 却是很陌生 我也不知道 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不过他能力可大着呢 说吧 吕和尚便是将 非乐商会的情况 一一说出 复和丹 吕和泽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了 身为一国之主 秦义辰推出的 辽元丹的价值 他再清楚不过了 价值气血丹 这两种丹药 若是推广至 有战士的王国 王兄现在还觉得 他没能力 垄断王国的经济吗 吕和泽沉默了 何止是垄断天灵的经济 一旦推出去 其他丹药 哪里还有人要 王兄 想必你也知道 这种人 不是我们能掌控得住的 唯一的希望 就是把他变成 自己人 吕和尚对着他 挑了挑眉头 将最后三个字 拉得老长 他就一个儿子 自然不能把秦义辰 变成自己人 不过 吕和泽 却是有好几位公主啊 哼 你这家 竟然盘算到我头上来了 吕和泽 旋即就明白了他的用意 旋即站起身来 轻哼了一声 哼 张萌是你的事 我只管国事 说吧 他便是朝着主席台走去 在古野那里 吕和泽了解到了大会情况 他的目光 看向那个来自 德瑞王国的年轻烈丹师 眉头浅皱 那炼丹师 似乎是感受到了他的目光 与他对视 不但没有半点畏惧 反而一挑眉头 投一挑衅 直接就摆出一副 你能奈我何的姿态 吕和泽 眸光一眯 心中怒气翻涌 但是 他却知道 这个炼丹师 他不能杀 若是这个炼丹师出了事 反而是给德瑞王国 一个更好侵略天灵的借口 他不会做这种蠢事 能炼制三品弹药 王国内 只有周家 天卫 能与之一比了 为何 天卫竟然没上场了 吕和泽有些不解 他看向青石高台 便是看到 那个吕和尚提到的那小子 正站在原本是周天卫的位置上 如果连他都不能赢 那王国内 无人能敌 古野大师 给出他的回答 吕和泽 这才开始仔细 打量起秦义辰来 在这个少年身上 并没有太大的出奇的地方 身上的气息波动 也不是很强烈 不过是武师巅峰 若真要说 有什么出彩的地方 他很自信 对 就是自信 在他脸庞上 吕和泽看到的是 无惧无畏 傲气天成 举止轻松 没有半点紧张 似乎他根本就没有 将其他参赛之人 放在眼中 作为一国之主 看人的能力 吕和泽还是有的 他判断得出 就这气质 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间能够养成的 人 谁没有畏惧之心呢 哪怕是他这个天灵国王 也做不到 但是 在秦义辰眼眸内 他却没有看到畏惧 就好像没有什么 能够挡得住 他的脚步一样 接下来 是最后一项比试 在一切就绪后 古野大师 再一次站起身来 宣布道 现在 用你们眼前的 二十种药材 炼制 任意一种丹药 谁的功效好 等级高 品质优 谁就能获得 丹塔考验名额 每一个人的药材都一样 刚好二十种 不多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药草 并不是某种丹药的配方 相反 若是真将这些药草 凝聚起来 是绝对不可能承担的 而现在他们要做的 就是组合 其中的几种药草 炼制承担 这一关 不可谓不难 前面的两项考核 都算得上是基本功 但是 这最后一项 却是考验个人的创造力 相比其他参赛者的 愁眉苦脸 秦逸臣只是扫了 一眼内二十种药材后 便是有好几种 组合的方法了 这一次 他并没有选择 藏头漏围 低调行事 哪怕是 那个来自德瑞王国的人 都还在苦思的时候 秦逸臣已经开始生活 然后 在一道道 无比惊讶的目光下 他直接将其中 十三种药材 多多少少 丢进了丹炉中 接下来 他手掌化作残影 拍击在小丹炉纸上 一道道声音 看似没有规律 但是 却有着一种 莫名的节奏感 听起来 一点都不显杂乱 全场 只有古野大师 和周天威 将目光放在他的手掌上 哼 华众取丑 王牧宇口中冷喝 那个德瑞王国的 年轻恋男士 也将目光投了过来 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 从他脸上的神色上 看得出 他对秦逸臣的这种行为 感到非常的不屑 哪怕是站在 古野大师旁边的 吕何泽 同样认为 他这么做 是有些不谨慎 太冒失了 然而 就在他们还在 各种猜疑 或者嘲讽的时候 秦逸臣猛的一掌 直接拍在了小丹炉上 随着一声脆响 炉盖打开 一枚丹药 腾飞而出 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 全场 一片寂静 几乎可以称得上是 落真可闻 所有人的头脑 短时间内都转不过来 哪怕是古野大师 炼至最低级的丹药 那也在十分钟以上 就时间而言 秦逸臣表现得 已经无人能及了 然后 在众人的目光 落在那枚丹药上的时候 顿时 连呼吸都不由一致 那枚丹药 不仅只是圆滑 而且光泽鲜艳 药香绵绵 一看就不是普通的丹药 就橙色来看 绝对不下于 德瑞王国内炼丹师 炼制的那枚三品丹药 也就是说 方才在三分钟内 秦逸臣炼制出了一枚 超过三品的丹药 四品丹药 先不说丹药等级 四品丹药谈何容易 炼丹绝对没有捷径可走 只有常年累月的累积经验 才能更完美的凝丹 哪怕是来自德瑞王国的 这位年轻的天才炼丹师 炼制三品丹药 对于他来说 已经是极限了 四品 想都别想 他很想要质疑 是故意放水 不然 秦逸臣怎么可能 如此迅速地就直接炼丹 肯定是早就知晓 这些药材的特性 并且准备好的 不是 对于这种药材的 还能够 但是 现在 在这种药材的 我看有什么事